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最近有观众留言会希望我能不能做这个说那个 像什么魂啊星球叉叉之类的 其实我都记得啦 该讲的时候我就会去讲 因为有些其实我过去已经讲过 那如果真的不是很感兴趣的话 我就不会再去重新讲一次了 而老观众应该也都知道 其实这里也不是什么高产能频道 有时候我在写文案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灵感 如果跟游戏碰撞的顺利的话就会写得很快 不然就是常常这边写一点那边写一点 又或者突然想做其他主题 用那边写一点 结果常常就是东屁西臭 还是写不出一篇满意的文案 那就只能请各位多包含了 偶尔记得回来看看有没有更新啊 那就开始本次的 千年之旅 游戏开发商为上海的音测网路 中国发行上市B站 海外的话就看到时候谁会接手了 那我们就从剧情开始 一切诞生于无尽星海 最初的心灵杰西斯成为万物的创世神 创造了名为米伦的星球 开始有了山、水以及名为西瑞安的大陆 诞生之后的人、天使、精灵、恶魔、伴兽人、巫女、吸血鬼等各种种族 而随着文明的兴起 伴随着权力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于是就来到了游戏开头 作为主角的我们 亦是穿越到的另一个时空 与一位名为莉莉亚的魔女的对话 而正当玩家还在一眼茫然想说要吃设定还是要不要跳过剧情的时候 莉莉亚向神座上的杰西斯发起了挑战 在经历一番交战后 神陨落了 也宣告了一个旧世代的终结 世界从此不再由曾经的神所统治 莉莉亚也成为新世界的主神 故事到这我们也醒了 于是迎接我们的就是另一位魔女绿 那接着另外一个魔女登场 也开始为我们补充了各项世界观 而这些相关设定集你也可以在档案库里面去查阅 而我们也揭晓了玩家的身份 神御师之主 简称 世主 而原本的主神 也就是莉莉亚 却在近期消失了 于是主角就顺理成章了 成为了新的后宫管理者 那魔女是这个世界的代行者 负责维持秩序 可以控制星痕来作战 那身为主角的我们就是透过抽卡一次 来将星痕附在魔女身上 而星痕是存在于星台中的个体 是灵魂与秩序能量的结合体 本质是部分灵魂的碎片 需要灵魂供养才能发挥力量 blablabla 是不是很绕 来讲白话文 就是通灵王里面的麻仓叶 可以使用污吏 来让阿弥陀丸这个灵体 变成超灵体模式 那如果麻仓叶再注入更多的污吏的话 就可以进一步让阿弥陀丸具现化 更接下原本力量的形态 这样有没有好懂一点 并没有 那这些魔女中 其中有个特例 就是由主角召唤的克罗罗 他虽然也是星痕 但却能像魔女一样使用星痕的力量 那后面主角就会平息士奇的灾祸 以及寻找主神为何消失的原因 这就是故事前期的大纲了 老实说文案真的是一如既往的冗藏 先不讲这奇怪的士组的文案错误 让我觉得怎么突然变成什么宠物游戏 故事真的不想让人看明白 迟早堆砌跟谜语文 让人觉得好像很有深度 什么第四纪元1750年 融合月第三旬五日 你要不要看看你到底在说什么 厂商可能自己也觉得这样太难懂 所以在设定集上面也有写 融合月是五月 一月有三旬 每旬十日 所以讲白话文就是1750年的5月25日 有时候觉得 往往的最糟糕的文案 就是不会让人想去细读 只想跳过 我通常评测都会给前几张机会 仔细去看一下 通常会跳过不是太无聊 就是没有语音辅助 而它呈现的剧情沉浸感 对我来说是不太行 常常到后面我都会想要选择性跳过 那可能也是怕玩家想跳过 所以它设定了一个奖励 想要奖励的吗 就给我老老实实实的读下去 而且我去看好几个 有一定份量的UP组做的相关评测 几乎很少人提提剧情这件事情 好像当初不存在一样 可想而知这是什么水准了 而我就纳闷了 常常做PV的时候都知道怎么吸引人 怎么到险无暗的时候 常常又各种拉垮 而这游戏其实 从一开始就会出现很多明显 让人感到很烦躁的地方 首先是糟糕的操作优化 手机发烫到不行 这个我还能忍 但凡只要能顺畅到位 欢迎你尽情的吃掉笑男去干你的正事 结果这游戏还是各种给你 卡一下盾一下 这也并非有个案 官方自己有发公文说后需会改善 老实说作为一款2021年就开始内测游戏 这点其实真的不过关 该不会一次做到一半 发现一直没有版号就放着了 然后最近版号突然通过 就快拿出来想要咖一波韭菜吧 再来就是各种惊叹号 当然其实点掉就好 无伤大雅 但就是会常常出现那种莫名其妙的点不掉 然后消掉的过程又很繁琐的状况 既不直觉又不顺畅的反人类操作 然后伴随消掉以后会解锁各种成就 会变成右侧弹出了连环大视窗 我真的是有点傻眼 这个UI设计当初是怎么想的 该不会觉得这玩意的设计的很好吧 再来讲讲美术吧 可能是2023年的立绘师太过于放飞自我 过去那些3D建模式的功力还追不上 像这位 我是因为他的立绘长得很好看去抽的 结果3D给我长这样 你就说你是不是故意跟那个非匿名指令学的 但有一说一 其实并不是说都不好看 如果不要太子虚去雕的话 建模还是有一定程度上贴合立绘的 厂商设计在图件中还放了设计的三式图 证明他们应该也不是想乱搞 可能问题就出在一些像是眼神 或者肢体驱赶的某些小细节把控不到位 种种累加起来让我不得不在意吧 那像是有些角色原本冷酷感十足 但3D后就会变得很呆萌 还有这种看起来本来好像玉姐的角色 突然就变成一个萝莉 总之会给我一种是不是原画跟3D建模师做完以后 然后上头又发包给其他画师聪慧取代原画 另外比较显著的特征还有像是 历会的风格色调都会有明显的不同 仿佛从不同时空穿越千年汇聚而来 有像是从暴力模拟穿越过来的 或者一下偏写实 偏美式 偏日式等各类风格迥异 那高情商是百花齐放 低情商就是各自表述 真的很想问你们自己到底有没有仔细看过 不过后来我也发现画师确实也都不同 那真的也难怪了 那就再乱一点吧 不过扣除这些小抱怨 其实也真的是涵盖不同属性了 大小通吃老少可欺 啊对 这也是个纯后宫的类型 还有一些可以培养好感度的玩法 上支影片有观众留言说 没有可以涩涩的 那这次你可以期待一波了 而且该Q弹的地方 不会是两颗硬邦邦的钢铁史莱姆 常常我以为好几年前的某些游戏 在3D建模的高品质只是梦的开始 结果到了2023年了 还是让各家厂商遥不可及的现实 然后游戏在抽卡的时候 会额外获取该角色的某部分特征 它除了可以当作装备提升能力以外 还可以当作时装配件装扮 这件事其实很好啊 还算是挺有趣的设计 比较无语的是它必须强迫你装上 不然那个惊叹号又在那边亮着 你也点不掉 那没关系就装上嘛 但最大的问题是设计的不好看啊 厂商肯定没有检查过 很多配件穿在身上都会各种穿模这件事情 然后厂商你们难道觉得 本身有尾巴的角色 再伸出一条尾巴这件事很萌吗 还是多对耳朵显得很二次元 哇哦你看我两副耳朵 你就说好不好看 时装通常的设定是会改变既有角色的装扮 结果厂商呈现的结果 就是纯纯的省成本的建模乐高配件 还是厂商觉得有这个功能 玩家就该卸足荣恩了 我真的差点以为不是在玩Sport 老实说不想做可以不要做 包一包卖整套或者当数字卡也行 别搞个半成品来呼隆玩家啊 还有他们还留下最大的恩赐 就是可以隐藏这个装扮 谢天谢地啊 那主要战斗玩法就是伴随着剧情推进的 一关接着一关的3D回合制 玩家最多可以上场3名魔女 那每位魔女最多能带3位星恒上场 其中都分为落点、能量、辅助3大类 还有各种属性克制等 那每位星恒有主动、即时、被动三种技能类型 那双方对战没有速度值 每位角色当回合可以施放一次星恒的主动技能 或者如果技能都在吸地的话 可以使用魔女的普攻 那部分星恒可以使用增益buff 或者对敌debuff 施放的时候不会消耗该角色的回合数 即时技能 那当我方三个角色输出来后就换对方了 所以开场要做的事就是 我方要尽可能去叠buff来打出一拳超人的效果 因此即使你抽到上三星角色 如果他本身有不错的buff也是大有可为 而有些技能还可以触发QTE的协同攻击 那回合制本身该注意的大招动画、战斗演出 其实都有一定的水准 没有自动战斗或者一键跳过 这算是可圈可点 代表没有只想搞战力数值圈钱那套 又或者说他的战力数值更像技能压制吧 像技能示范会有冷却CD 所以带两名或者三名星痕 那输出上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前期如果遇到推不动的关卡 只要你升上去多带一名星痕 就能直接顺顺推过去 目前唯一的缺点除了偶尔会突然卡死以外 就是目前的战斗流程其实挺自私化的 都是开场不断叠buff输出的模式 然后 扫荡要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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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多爱玩家要看片了 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了 那主要养成分为魔女跟星痕 魔女可以切换本身的类型 类似功夫坦的定位 那等级的话是以天赋养成来取代 点数越多等级越高 还有刚刚提到那个奇葩装备 跟之后可以塞的符文养成系统 那另外就是星痕 那目前最多是上阵三名角色 所以最基本最基本 你就是要养成九位星痕 那官方本身也有提供最佳配置 你可以参考 突破绝取要五个 加本体的话就是六个 好加再次不用抽碎片 然后就是典型的技能跟等级突破 老实说还算可以 没有更多东西了 然后有一个为数不多的设计优点 就是它可以个别向下调整能力 像如果未来要做低配攻略 让别人超作业的话 会比较方便去调整 那客厅方面其实并不算太贵 可能是厂商一堆假二游被吐槽太多了 各种开高走低的 所以厂商知道 如果想稳稳吃二次元这口饭 不能再乱搞了 小保底70抽 大保底140抽 10抽约700元出头 会有其他副产品 可以兑换抽卡或者其他东西 那另外就是小月卡跟等级阶段礼包 暂时没有通行证 也没有其他有的没有的VIP 在现阶段看上去的话 这个客经典还算是友好的 因为厂商可能觉得他比较有创业的设计 就是把每日登录改成直骰折的模式 还有每日任务的邻居界面 可以变成与怪物互动 结论 手游美女万家出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带有人才出 个领风骚一昆年 其实老实说体验上并不如预期吧 主要说美术上对我来说有点落差 然后剧情上的呈现比较无趣点 那唯一就是回合这个玩法上还算行吧 至少不是无脑放置 但是优化上那个卡顿感是真的很劝退啊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评测大部分的观点 都是在夸这个立会建模的大根色 总之我是觉得他这个代叉边球游戏 实际如果这样上架 肯定会引起各种关注 只能说B站别玩太过火啦 小心风头太大被检举 最后和谐后烧毁自己啊 而那些审查制度 都很爱针对什么布料外观 或者敏感制 却从来不审查那些逆天的客经项目 难道他不会影响玩家的身心灵吗 那最后这边来个小昇华吧 YD频道上有个社群跟short功能 我个人通常有空就会上去发个文 或者有些短影片 也会同步丢到FB上 但可能有些人没注意到 我前几天有讲到某个留言 因为他连续出现两次 而且带有强力的喜评价意图 所以我个人主观判定为水君 直接烧毁进化了 那内容大致是在说 抹垃圾双城 这个垃圾游戏好玩有深度 你各位啊 要自己下载来玩看看体验 不要被这影片带偏啦 其实到这我都还好 毕竟是个人心得 但后面他有讲到广告夸张点 先玩一下这件事没有什么错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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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老实说 用广告来提高用户下载意愿这件事 我认同 毕竟商业上这点是很正常的推销方式 但这间厂商 只是不断的滥用广告这件事情 什么盗用素材啊 内容标识误导啊 浮夸宣传等 却一丁点都不敢放出 与实际产品相关的内容 各种宣称的资讯都是虚假的 那目的 除了骗人就是骗更多人 还有什么好讲的 连厂商的CEO自己都在受访的文章表示 游戏该如何包装行销推广打穿市场 却很少去谈及产品本身 也是啦 流水线的换皮游戏是有什么好介绍的 所以你们这些厂商水军 就别再来洗什么游戏内涵了 你们想做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啊 别在那边奥莱雅给捧购 百万预约 各位讨论 这就是真实现况 当然有更多的是不看网路只看电视的 那我只能祝他们存款安详一路好走 老实说你们这些厂商也不用太担心啊 我这个频道小布隆东的 爱不着你们赚酒钱 继续放心去投放吧 该赚的钱少不到哪里去的 而当看到各种柬埔寨 网链 FB商品 诈骗相关新闻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都可以理性抽离 各种键盘分析 头头是道 然后去对诈骗广告的包装游戏 极其包容 甚至课金支持他们缠出更多的垃圾来推销 究竟是人性的上司 还是道德的人上呢 让我们未来继续看下去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